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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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帶大家挑戰內湖的 金面山剪刀師 聽說小有困難度喔 Let's go 快點啦 我在走了啦 不要吹嘛 不是啊 你動作很慢 你這樣你有發表到我嗎 這樣我畫面會很少耶 我還有腳架啊 不然你來背啊 很重耶 不是啊 我也很累啊 你什麼都沒背 你到底在累什麼啊 來這邊休息 休息一下 站著說話 腰都不會痛咧 哎呀沒有嘛 誰叫你要帶腳架 啊沒有帶腳架怎麼拍 來來來介紹一個法寶 很累咧 真的假 這是什麼 就是那個 一百的隨行腳架 它是庫外拍照 事情都非常好用 來來給你試袋 試袋 那為什麼你不在單山口的時候 就給我 不是讓你體驗一下 兩種不同的用法啊 是不是 那你要不要下去 再爬一次被人腳架 兩種體驗 雙重享受 你懂嗎 我啦 你快一點啦 等一下啦 你要隨心這樣了不起啊 對啊 你好慢喔 很累嗎 累 很累 很累 那子 好的 我們爬完一連串的階梯以後 接下來來到了 該不是頗有難度的演習區 Go Go 好的 我們大概經過了四十分鐘 終於抵達了剪刀石 這就是所謂的網美聖地 大家都會從這邊你要很小心地爬到那一顆石頭上面 這邊好美耶 這邊好美耶 晚上帶你們來看看最近很夯的櫻花季 那這邊一二月呢會有八重音 到了三月就會有朝和音 不管什麼音 最值得一看的就是它的夜音 燈瓜打在櫻花上面 超級美 夜晚使用隨行腳架也能穩定對焦 在熱門經典台多人擦拭更適用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行程 從內湖爬完山然後再到東湖來看夜音 但小編覺得這個行程走跳得非常剛剛好 一點都不會累 好 繼續幫我拍照 Go